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上午让的内容 你乱们看着知道了 首先海军陆战队正在为可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 他们正在创建更小更轻更激动的部队 以更好的适应海上战争的需要 这种新战略虽然面临一些挑战 比如后勤支持和地区伙伴的合作问题 但目的是为了在太平洋地区抵律中国的侵略 接下来我们看到印度政府对美国和德国官员 对其民主和人权状况的批评做出了强烈回应 印度外交雇召见了两国外交官 掏见了两国外交官 批评他们的政府干涉印度内政 这一事件反映了印度在总理纳伦德拉 穆迪领导下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自信 最后我们看到字节跳动 在经历了一系列挑战之后 仍然决定增加高绩小员工的年度奖金 这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 展示了公司对员工的认可和激励 尽管他目前正在进行业务重组 和面对外部压力 像无一样的内容 你慢慢看就知道了 这些新闻都非常引人注目 涉及到国际关系 美政争议以及企业管理等多个方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背后的故事和分析 为了准备与中国的战争 海军陆战队正在重新调整 他们的战斗方式 马上就有吧 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创建更小 更轻 更激动的部队 以更好的适应海上战争 这些部队将收集情报和目标数据 快速分享并偶尔使用中程导弹 击沉船只 以帮助太平洋舰队和空军 比喻来自中国的侵略 然而这种新战略面临重大障碍 包括在广阔的海上壁区的后勤挑战 设备和新技术的及时交付 以及不确定日本等地区伙伴 是否允许美军从他们的岛屿作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海军陆战队正在采用一项 名为力量设计的新满图 将部队置于前线 使更大的联合部队能够集体行动 被抗阻撂敌人 海军陆战队的目标 是在冲突中首先登陆 他们可以收集信息 并将坐标发送给其他部队 这些部队可以向中国 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的船只 或驱逐舰发射导弹 人们越来越担心 中国过去20年来的军事现代化和投资 已经挑战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 任何冲突中控制海空的能力 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大大扩大 建造了人工岛屿作为军事前哨 寻求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扩大基地 并订购了比美军更多的地面长城导弹 于是从未如此紧张 因为北京承诺将台湾重新统一 必要时使用武力 这将导致台湾大规模死亡和破坏 并对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产业 和一些世界最繁忙航道的海上交通 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 印度对美国对其民主而人权的批评 做出强烈反应 华盛顿邮报 林茂曼探就知道了 印度和德国官员对反对派领导人 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被捕 和其党派竞选资金被冻结的担忧 做出了强烈回应 印度外交部召见了两国外交官 批评他们的政府干涉印度内政 并指责美国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 最为要的内容 林茂曼探就知道了 莫迪领导下印度外交政策 越来越自信的趋势了一部分 最近几周 印度官员强烈批评 西方国家对印度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 以及涉嫌庇护希克恐怖分子 做印度外交官表示 他们很难在批评印度政府时进行挑战 因为即使是轻微的批评 也可能引发执政的人民党的愤怒回应 这些外交争端可能主要是象征性的 但他们反映了印度与美国之间 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包括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 对宗教少数群体的对待 以及对政治对手的镇压 中国央行在债券交易中谨慎 即使有习近平的授权 然法折斗 尽管习近平主席下令恢复中央政府债券交易 但中国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PBOC 预计将谨慎对败 PBOC渴望避免通胀和汇率出现意外后果 因此将考虑通胀预期和对外汇率的影响 央行将以谨慎的方式进行操作 避免向市场注入过多流动性 以避免副作用 印度尼西亚当选总统普拉伯沃将访问中国 南华早报中国邀请印度尼西亚当选总统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从周日开始 普拉伯沃在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举中 以略高于58%的选票获胜 此次访问是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此次访问正值普拉伯沃的胜利 面临来自败选候选人的法律挑战 中国在即将卸任的印度尼西亚总统 佐科维多多的领导下 与印度尼西亚建立了牢固的关系 只不约的面容 林茂曼特就知道了 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外国投资者 然而两国在纳图纳群岛附近的海域存在争议 亚航瞄准中国的小城市 押注于预算有限的乘客身上 《南华早报》亚航计划 扩大在中国大陆和东北亚的小城市河线 以便利用中国旅游市场的复苏 该航空公司目前提供17条大陆航线 每周大约运营160个航班 亚航最近还与蚂蚁集团签署了一项协议 为支付宝用户购买机票时提供储蓄 该合作伙伴关系还将涉及数字营销和赞助机会的合作 亚航旨在未来几年实现中国业务每年15%的增长 为保护鲸鱼 玻利尼西亚土著群体赋予他们人格权 《纽约时报》来自新西兰 卡西提岛和库克群岛的土著领导人签署了一项 传任鲸鱼为法定人格的条约 此举旨旨在促使各国政府为这些动物提供更大的保护 2017年新西兰通过立法将惠林顿河赋予人格地位 因为它对毛利人民具有重要一 或海洋宣言的条约在库克群岛最大的拉罗汤加岛上签署 由毛利国王和来自塔西提岛和库克群岛的15位至高无上的酋长签署 为什么印度的精英支持纳伦德拉·莫迪 经济学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违背了全球支持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 与高等教育层反比的趋势 政治学家对222个国家进行了一项研究 证实了高等教育与支持民粹主义领导人之间的反比关系 极有少数例外 比如巴西的贾伊尔·伯尔·索纳罗 例如在美国只有26%受访者拥有大学学历的人 赞同唐纳德·特朗普 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中有50%赞同他 然而在印度至少有一些高等教育背景的受访者中 有80%对莫迪持有非常赞同的观点 而只有小学教育背景的受访者中 有66%持有这种观点 莫迪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的成功 并没有以其他群体的支持为代价 他在农村、低种姓、年轻和贫困选民中取得了最大的进展 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支持 阶级政治、经济和精英对强人统治的钦佩 人民党的核心选民包括以商业为导向的群体 如班尼亚商人社区和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徒 莫迪将人民党定位为一个无视种姓的泛印度教政党 使他能够保持高种姓群体的支持并扩大党的影响力 由经济增长推动的印度中上层阶级的迅速增长 也促进了莫迪的受欢迎程度 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印度人钦佩他的外交政策 认为他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主义者 促进印度利益并挑战自由主义的西方机构和媒体 自如药的内容 年末末卡组提高了高绩效员工的年度奖金 南华早报尽管在美国TikTok聘用程序方面存在问题 并进行裁员 中国科技独角兽字节跳动 仍在增加高绩效员工的年度奖金 该公司将为评级为M或更高的员工提供额外的奖金 金额为原始奖金的5%至15% 额外的支付将以股票期权的形式提供 站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提供现情况下也可能提供现金 自节跳动目前正在进行业务重组 最近在非书办公室部门进行了裁员 并在其视频游戏和虚拟现实头戴设备部门进行了削减 美国资助的广播公司离开香港称安全法是原因 纽约时报美国资助的新闻机构 自由亚洲电台RF应对香港新国安法的担忧 而关闭了其香港办事处 RF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倍表示 该法律对我们的安全运营提出了严重问题 一些员工已被调往台湾、美国或其他地点 而其他人则被解雇 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指责RF是美国政府的幌子 国安法赋予香港当局更大的权力 以调查外部干预和窃取国家机密 法国任命一位工程师来领导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布韦罗的职责将包括领导国际倡议 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贡献 他的任命是在对人工智能技术潜在危害的担忧 日益增长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导致人们呼吁进行监管和问责 比如欧盟已呼吁向Facebook和TikTok 这样的科技巨头在六月份的欧洲范围内的选举之前 打击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 布韦罗的任命是在由28个国家签署的 布莱切利宣言之后进行的 该宣言呼吁负责任和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发展 美国和土耳其举行安全会谈 推动修复紧张关系 彭博社美国和土耳其官员在安卡拉会面 讨论改善两国之间的安全和能源关系 台湾的重点是能源安全和合作 因为土耳其旨在成为一个地区能源枢纽 这是在美国寻求增加购买土耳其炸药 以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之际 尽管两国关系仍然存在紧张 包括对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导弹防御系统 和美国支持叙利亚扩德武装的争议 但这次会议被视为两个北约盟国关系回暖的迹象 先振达撤回了数十亿美元的中国IPO申请 日经亚洲瑞士农化和种子集团先振达 因市场不利条件 撤回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IPO申请 这一次IPO原本将使这家中国公司的估值达到600亿美元 但自2021年提出以来 该公司将在条件更为有利时 重新启动在中国或其他交易所的上市进程 中国IPO市场最近的放缓 是在该国证券监管机构承诺加大对上市候选人的审查力度 并打击任何违规行为之后发生的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SixStar 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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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